在这个单位我们讲的是Excel条件格式 凸显下拉清单选中的资料 在结果工作网看一下 假设我的F2选的是无缸 无缸就会变反白 有没有红色反白白色字 那这个就是说当我选哪一个人 譬如我选宁宇婷 宁宇婷就自动干嘛 反白有没有 64 49 40 数字都过来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样子反白的一个效果 反白的这边我们来讲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要把什么 资料范围框起来 框起来要选择常用 条件是格式设定里面的新增规则 然后特别要注意到的 我们是用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化哪些储存格 然后在下面这个文字方块里面 我们打等于 注意到啰 你的第一个格子是A2 所以等于什么A2 是不是等于 F2 F2 那这个F2一定要固定住有没有 前后要加 答的sign把锁定 那这边要注意到的是A 我们基本上来讲都是在A栏判断 所以A要把它干嘛 锁起来 因为你框的范围已经有 BCD三栏 我们BCD这三栏不去跟他比对 我们只比对A栏 所以A栏要答的sign 然后呢我们要比对的有第2列到第12列 所以2是不能锁定的 这个A2的2不能锁定 那它会自动往下 OK了以后呢 我们假设说 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要给它设什么格式 所以我们点格式钮 我说我要它是 深红色的底 然后呢字型这边我把它点了 我要白色的字 而且还要加出 这样子 然后好了以后呢 我按确定 它这边注意到 就会给你一个样式 预览的效果 那我们按确定以后呢 它就出来了 那假设我今天换了人 以后呢 如素 有没有 它就会干嘛 如素就自动变 有没有 所以它会根据你的下拉清单 选到的是谁 就会自动帮你 变色 变色 变色